捉拿耶稣的人 把他押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 律法教师和长老已聚集在那里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 一直到大祭司的院子里 他坐在卫兵当中 想知道事情的结果 祭司长和全工会的人 正在寻找假证据来控告耶稣 讨定他死罪 虽然有很多假证人诬告他 但都找不到真凭习惧 最后有两个人上前高声说 这个人曾经说过 我能拆毁圣殿 三天内把他重建起来 大祭司站起来质问耶稣 你不回答吗 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还是沉默不语 大祭司又对他说 我奉永活上帝的名 命令你启示 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 耶稣说 如你所言 但我告诉你们 将来 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撕裂衣服说 他亵渎了上帝 我们还需要什么证人呢 你们现在亲耳听见了他说亵渎的话 你们看 怎么办 他们回应说 他该死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 挥拳打他 还有人一边打他的耳光 一边说 基督啊 给我们说预言吧 是谁在打你 基督啊 待晨 来 请 请